大家好我是山蘇公 今天要介紹的是新夢境連結R 夢境連結其實之前在台灣出過 但這次復活是由日本直音 這款其實我以前玩過 我覺得蠻好玩的 角色也很香 那先帶大家到日本體驗一下 然後推薦首抽角色給大家 請大家先幫我按個訂閱開啟小鈴鐺 之後也出更多遊戲介紹及攻略給大家 那我們開始吧 好我們來 開始第一關 那這個劇情就略過好了 戰鬥開始 右邊是敵人 那我們底下有我們角色 他是類似像出牌的這種玩法 角色會有費用 然後把它拖上去就可以出 下方的能量一直在累積 有點像卡卡遊戲的感覺 這個劇情就不看了 會有一些成就 達成三星 有薯柔的獎勵 我現在拿到第一隻角色了 三星會有拿 可以拿到15鑽 所以一直推圖一直推圖 可以狂拿賺就是了 那我們現在多一隻角色了 這隻是 妮娜 往上拖 這一隻是打一整排的 然後剩一隻 我們把這一隻 打單體的拖上來 真的很像卡牌遊戲喔 PVP也是要掌握 費用 的計算 還有角色的特性 這個遊戲一定要了解 角色的技能 是幹嘛用的 不然就很難打凌人 這裡 是必中一隻 就是給妮娜 這一開始的三隻角色 都是可以升到SSR的 打開 組隊 把角色放上去 繼續 繼續 推圖 第三關 這過場的圖都還蠻好看的 還有職業 還有分職業 像這一隻就是坦 單體傷害的坦 那我們就可以把 小色方在坦後面 輸出都要放在 後面去打 這個遊戲 放角色的位置也是非常重要 輸出放太前面一下子就被秒了 那就沒用了 主關 打BOSS3 直接打單隻BOSS喔 那我們當然先放坦上來 然後再把 打單子的放上去 造小怪喔 打一整排的 強敵其來 他還有二階段 打單子 打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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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上來清怪 喔 死了 這遊戲 BOSS死了就不用清小怪了 就直接贏喔 看劇情就可以拿賺的吧 可以取名字了 這個系統好像是可以擺一些 自己擺一些店 像咖啡廳那樣 然後布置 可以領 一段時間可以去領支援 一開始會送這個新手的10抽 我們就召喚 我們可以直接抽這個新手必中啦 但 要刷手抽的話應該就是直接抽這個UP 應該 台版應該也會出吧 不好說 我們來抽這個舒伯美雪 他非常的強勢喔 大家覺得是打全體傷害的 機率 SSR只有2%喔 真的是偏低 SR15 R83 然後保底是 100抽 開抽囉 10年抽 看會抽到什麼 有沒有出彩勒 有沒有變彩 欸 拉卡 啊 給我中個輸我美雪吧 這是 這遊戲的角色都還做得還 都做得還不錯 大概算蠻好好看的 阿卡也沒有很隨便有沒有 這是孔雀是不是 哎呦 這不錯看喔 有點兇喔 天啊 星星 喔 是不是沒 哇 沒抽到 沒素材 那我們再來看 角色推薦喔 我們看一下 新手石 這個 新手 10年抽 必壯 SSR 我第一支推薦這個 地法 這地法 坦度很高 然後如果玩召喚流也是一個 很強的角色喔 再來我們看到 上旋營 上旋營他有控制技能 有連擊 雖然傷害比較還好一點 但是他是一個 蠻通用的角色 而且費用才10 再我們看到 妮可拉喔 妮可拉比較沒那麼推薦 主要是 他費用要到15 對於新手 先抽他好像 比較還好一點 然後他是 殺坦克的角色 所以在PVP 比較好用一點 或者是特定的關卡 所以 這邊比較 不那麼推薦 再來 推薦一個我覺得 相當OPT0的一個角色 就是輸我沒血喔 他可以降敵人的怒氣 而且他的 大絕還是全體 超高傷害的必殺技 但他在 大概8天就可以拿到一隻免費的 不過如果可以把它升高 也是更好 因為他真的是非常的好用 不管 推圖還是PVP 都非常的強勢 在我非常非常推薦大家去 手除這個喔 沒有意外的話 新版的應該也會有 他只要花30幾塊台幣 就可以買到 買到這隻鳳凰 然後還會送一個 武器 加上體力跟金幣 這鳳凰有 無敵 又復活 必殺技又是全體傷害喔 我記得他也是我之前的主力喔 非常的強 那你 不手除買他的話 其實 是抽不到的喔 所以這個 我覺得一定要買下來 而且他的隊長技又直接加12%的攻擊 非常的強 在我們介紹這個遊戲最強的補師喔 他有群傷 又有群補 又有彈補 但是 有點難抽 而且費用 18 有點高 但是你能 你能抽到這隻 還是非常好運喔 而且 後期真的很需要他 在前期如果沒補師的話可以放這隻 茉莉先擋著用 我記得我也是前期先靠他 他是單補 他是SR 再來就是坦的部分喔 坦的部分如果 地法沒抽到的話 可以抽這隻 瑟琳娜 他可以 稍微的補一下 隊友 那他也是數一數二的坦 所以坦非常推薦這一隻 再來就是這個遊戲你推圖的話 只要打倒boss 其他的小怪就不用理了 就直接過關了 所以不用清玩小怪 那這一隻 東蚊 這一隻 超強單體輸出 就很好用喔 而且在PVP 非常的好用 是一個強力的收頭角 那這一隻SR也是非常好用喔 這隻鞍 他是召喚流的 但你如果前期有缺角色 缺坦 他可以召喚幾隻小怪出來幫檔一下喔 其實可以 頂著用 那再來要講到 這遊戲會跟 左鶴偶像是傳奇合作喔 那這隻原因 是裡面合作三隻裡面最強的喔 他大絕可以召喚卡車 撞敵人全體喔 傷害非常高 而且還可以 把敵人加一個負面的狀態喔 所以這隻之後能升高一定要記得升 再來就是 一開始就能拿到的這個小葉 維多利亞 跟妮娜 這三隻都可以透過任務升到SSR喔 也都是蠻好用的角色 用於推圖 那無課玩家還是要 把握好這個 好啦以上就是 夢境連結的一個 遊戲玩法 跟 推薦的角色 那新的台版 如果有其他變動 會再出新的影片 跟大家介紹 好啦感謝大家的收看 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